你好 美女 怎么了 你是在这等车吗 我今天好像也没快递吧 我刚下班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的也不好打车 要不我送你吧 你送我 你拿什么送我 拿你那个破砂轮呢 不是 这是我 现在什么人都敢跟我搭讪了是吧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一个送快递的你配吗 我看你一个人孤苦伶伶在这 也不好打车也不安全 所以我想帮帮你 美女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说话这么毒啊 我在这我爱你什么事了 你说你一个破送快递的 你还想跟我做朋友啊 你配吗 不是 送快递的怎么了 难道我穿这一身衣服 就应该被你瞧不起吗 我就是看不起你 你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真有意思 我看你啊 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想得美啊 你们两个又完美完了啊 在我旁边炒半天 哎呀 威总 威总 您怎么亲自来仓库了呀 我今天亲自来屋的这边看看 主要就看看你们这些人 服务到位不到位 威总 这个您放心 这是车钥匙 我先去仓库了 帅哥 这车是你的呀 对啊 怎么了 你不是送快递的吗 谁说我是送快递的了 再说了 送快递的怎么了 你还瞧不起送快递的了 你要知道 多少人工作 还不如送快递的呢 难道那些 在平凡感慰上工作的人 难道就应该被你瞧不起 被你贬低 被你诋毁吗 啊 整天瞧不起谁呢 帅哥 不好意思 刚才啊 都是误会 误会 别碰我 拉拉扯扯的 对不起啊 我错了 我呢 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美女啊 人与人之间 都是相互的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我不是跟你道过亲了吗 你能不能尊重女孩子 尊重 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 我肯定是有礼貌的那一位 如果哪天我失礼了 那请你拿着镜子 好好照顾自己 哎 狗经理啊 谁呀 进来不知道敲门吧 请问你是 我是他老婆 他去财务那边了 行 那我等一下他过来 哎 你等一下 去给我倒杯水来 行 你等一下 你的水 等一下 把我这个橘子剥了 这 这什么这呀 你个小职员 叫你剥你就剥 好 给 都剥好了 等一下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拿给我看一下 给 哎呀 我说你这个小职员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你说你怎么这么死板呢 都不知道巴结巴结我 这小员工也不能这么被你欺负吧 我告诉你啊 这做人啊 不能太死板 之前那个王助理啊 就是老子有点太死板了 被我老公开除了 这王助理原来是这么被开除的呀 这狗经理还真是够任性的呀 那是 在这个公司啊 除了董事长跟总经理 那就得听我老公的 可是呢 我老公又听我的 这开除一个人 不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哦 对了 你们公司最近不是发奖机了吗 给我找五千块钱 我让我老公啊 洗一把批把你 你的要求 是不是太过分了呀 哎 老公 你来了呀 跟你们就想职员给我开了 一点也理解都没有 让他明天别来上班了 别说了 这是 威总 哎 老公 是他光大 还是你光大呀 你悬我干嘛 这是我们总经理 威总 威总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不是我的员工 你 坐下 至于你啊 我治不了他 我还治不了你嘛 你现在 去人事部交接一下 明天 不用来上班了 王总 我错了 像你这样的人 捧高踩低 贪得无业 你们有这样的结果 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哎 哎 是你要卖房子吗 姑娘 你是中介吗 是我要卖房的 这房子是你的吗 这是房产证 你看一下 哟 还真是你的房子啊 那你咋说 卖多少钱呀 哦 我女儿生病了 做手术 着急用钱 我就给你便宜点吧 你够八十万就行 着急用钱 我看你这房子 这材质 也不值八十万 照我看 值个六十万 顶多了 姑娘 我这房子 可都是红木的呀 红木的 你 你这房子 屋子也不怎么好呀 你看 我钱只有 就是十一宗啊 我这可是 学习房啊 呀 你老太太 怎么还 钱是多你的呢 就六十万 你爱卖不卖 我 你要是把房子 卖给我 我都告诉你 买通话 都不要卖你房子 站在房子 那卖你手上 到时候 你女儿的病 你自己想了 八十万够便宜了 我隔壁 他没卖的 都一百二十万呢 我没时间跟你耗啊 我看 你这房子 卖给谁 我卖 我卖 那就签了吧 阿姨 不能签 你谁呀 小伙子 我在这卖房呢 你别捣乱 阿姨 这合同真的不能签呀 他这是冲我打劫 你懂什么呀 叫周瑜打房干 一个愿打 一个愿爱 人家卖房子 是为了救孩子的命 你低价收房子可以 但是你低了人家 一半的价格 有良心 你给我签了吗 良心值几个钱 你自己问他 我有被逼你卖房啊 是 是我自愿卖的 阿姨 你瞧 哪两块 哪呆着去 别当我挣钱 阿姨 我以前来买房子的 你的房子 我很满意 您隔壁 卖了一百二十万对吧 行 你的房子 我也一百二十万买了 真的假的 小伙子 你别吹牛了 你今天要是能拿出一百二十万 我的名字 倒个鞋 你 去给我准备一百二十万 打到这个阿姨的账户上面去 好的 魏总 小伙子 咱们手续还没办呢 你怎么能先给我钱呢 阿姨 救人要紧 先让你女儿 把手术给做了吧 小伙子 我怎么感谢你啊 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阿姨 您放心 您的房子里的东西 我一样都不会动 等你女儿身体好了 你还想买回去 我一分都不多让您了 我 我黑了你 谢谢你了 阿姨 您别接着 起来 老板 我这手里面 还有一套算好的别墅 你要不要呀 起开 你黑心的人 做黑心的事 你的房子再好 我也不会买 因为我嫌糟 落井下石 趁我打劫 你就不怕照报应吗 对了 你的名字 是不是应该倒这些呀